张本志和击败马龙日媒称,张本全城压制马龙东京必夺冠,昨天进行了精彩的比赛,而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马龙和张本志和的巅峰对决,最终帝国龙以2比4不敌日拼小将张本志和,张本志和已经击败过国拼四位一队高手,包括樊振东、马龙、张继科、周瑜都已经成为了张本志和的手下败将, 而许新也差一点败在了张本志和的手下,不过最后幸运的击败了张本志和,不得不说张本志和已经成为了国拼最大的对手,在赛前张本志和就曾说马龙是他最难、最强的对手,15年被马龙4比0击败后一直在想着,可以再次遇到这位强大的对手,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,张本志和记得国拼总教练吴敬平 曾经在回答微博网友的提问时,称,张本志和不足为虑,谁都可以击败他,也许就是轻敌的缘故吧,才导致马龙今天的输球,可以是刘国梁确认为张本志和是国拼最为强劲的对手,我们同龄段的球员在打球上已经没有了优势, 两个人的观点可以看出,直较水平和战略眼光的区别,马龙从比赛中可以看出,马龙无论从对拉,正手大角度,发球都被对手全面压制着,可以说人家对马龙的准备非常非常的充分, 而马龙对张本志和明显是轻视了,从一上来就连丢三局,在第五局,第六局的时候才找到节奏,但是无奈大势已去,最终在最终一局被对手再次搏杀成功,可以说这是一场完胜,赛后镜头一直都对着张本志和日平南队所有的队人,都来跟张本志和握手,可以说他们是团结一致的, 一直都在努力想着各种办法击败国拼,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像女队的平也没雨,一藤没成,都因是不是我们随便一个一队的队员,都可以击败了的,马龙赛前张本志和的教练就称,这次遇到马龙不是挑战,而是一定要赢,我告诉张本志和你一定要赢,你击败世界第一高手的时间还要多久,就是今天昨天, 现在就是你站在世界之间的最好机会,而张本志和也称,他将这次的比赛,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来打的,可见日平的准备非常充分, 在张本志和夺冠后日没,纷纷称比赛过程中全面压制马龙,在东京奥运会张本志何必夺冠,随着马龙被张本志和击败,国拼在男子单打项目上,就只剩下张继科一人了, 而在今天的比赛,将面对实力的状态,都远远在自己之上的波尔,晋级的难度可想而知,好在男双冲进了决赛,混双也成功夺冠,唯一期望就是张继科可以再走远一些。